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莹莹的对角肯定是要弱些 整缺一个位置到一个半位置 市井赛实力定位就不应该算第一集团了 打出第二集团的成绩 有进步就很好 作为央视著名的排球解说 鸿刚对目前这只新中国女排给出了新定位 那就是属于二流队伍 主要原因就是整体缺一个位置到一个半位置 的确 诚如鸿刚所言 现在这只中国女排有着很大的人员缺陷 最明显的就是李莹莹对角主攻 由于朱婷 张长宁衣裳缺席 所以这一位置 蔡斌选用了王云露和金叶 但王云露和金叶的水平比朱婷 张长宁要落上一截 进攻方面 金叶和王云露别说是调整强攻下球了 就连到位的战术球都很难得分 金叶这边的进攻力量不错 但苦于线路变化太少 经常被对手放弃 王云露则受限于弹跳和扣球方式 他的进攻威胁性也不是很大 后排保障方面 王云露虽然具备六轮一船能力 但也仅限于自保 只能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今夜就更别提了 他最多只能接三轮一船 且还接得别别妞妞 在后排时还需要李莹莹下撤接一船 来度过若轮 两人和朱婷张长宁最大的区别还在于端篮网 朱婷张长宁的端篮网是世界级水平 王云露和金叶在国内都排不好 所以也难怪洪刚会把中国女排定位在二流球队 市井赛 中国女排能否取得佳绩 就需要看王云露和金叶的发挥到底如何 如果他俩在前排时不被对手严重卡轮 中国女排将有机会取得好成绩 如果和市联赛一样 在原新月和金叶王云露的这一两点攻轮次被卡 那么中国女排最多也就进入八强 除了李莹莹对角主攻勃若外 自由人位置也是比较头疼的地方 这或许就是洪刚所提到的缺一个半位置中的那半个位置 我们的自由人从市联赛来看 场上存在感不强 一船无法帮助队友 防守也摸不到球 虽然召回了老将王孟杰 但实际上并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 可以说这两个位置是中国女排的软肋 也将阻碍中国女排取得好成绩 不知道蔡斌会在集训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对于新组建的中国女排而言 比赛中有进步就算是胜利 毕竟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巴黎奥运 市井赛对于还在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 还是应该抱着学习 抱着拼搏的精神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